今天很陽光 Husby, 起床吧, Husby Husby 早安, Wife 早安, Husby 你快點起床, 今天很陽光 我們去行山 這個星期我開了六天工作 還要星期六, 凌晨到晚上十點 所以我很閒睡, 我想再睡一會 你還睡?你看看我的鐘頭 現在已經八點了, 八點 你睡了八個小時, 夠睡了, 起床吧 快點起床吧, 起床吧 以前你會想好節目 放假跟我去玩的 如果結婚了, 只想休息 我們當然淡了 不是, 哪有淡? 沒淡, 沒淡, 我們走山吧 你說的, 快點起床吧 你快點起床, 收洗吧 我們去行彩利山 在西貢還可以吃海鮮 放假的時候, 我想在家裡休息 但Mari Home放假, 她一定想出街 很甜, Husby, 起床吧… 我去點點你玩, 今天很甜 Wife Husby, 我想多睡一會兒 有個很划算的休息優惠 可以升級了公主頭 還包上自助餐 我搶到了, Husby, 起床… 我們快點出發, 起床吧 Husby, 我這麼下雨 看見天文台說, 現在是黃色暴雨警告 是 就是說 今天雨勢會持續 我本來打算在海浪公園 既然去不成, 不如我們多睡一會 不行, 難得放假, 怎麼都要去街 還可以去哪裡? 去商場 家裡有很多日用品要補償 我們去買東西, 快點起床吧 Husby, 真是不幸運, Wife 今天掛八號風球 是呀 連商場也不能去, 看你還怎麼出門 不過中醫的家裡睡覺 放假才來打風 真的要掃蠅吧? 不過不要緊, 我也想了很多節目 有什麼節目? 不如我們試試把衣帽間和書房對調 無情白事, 為什麼要對調呢? 你平時不覺得衣帽間很猛太陽嗎? 用來做書房就對了, 還有 我之前看了鹽焗雞食譜 我想一定比陳司拉的雞好吃 我們稍後修完屋之後一起做 忘了, 早兩天大廈停電, 拔了個插鬚 好 Russie 是嗎? 老闆說, 合約又不趕了 可以回公司再做 可以自圓還是雞肉出發 不行 洗衣機壞了, 所以羅衫洗不到 要拿到街上洗 洗衣機不是買了很久, 這麼快壞了 是呀, 所以待會我會打電話 叫保養的人來做 那些衣服也不急著洗, 遲些吧 不行, 說了很多天了 裡面有很多菌 所以今天處理好一點 那你等我一會, 我換衣服跟你一起去 不要, 不用這麼麻煩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的東西都卸掉出來 不如你弄一份合約吧 也是的 不知道老闆什麼時候抽起筋 要我趕工 好想出街 但也趕不及去咖啡廳, 好嗎? 去不了咖啡廳, 不過可以去吃部票 那我去洗衣服 洗完衣服後回來跟你去吃部票 好, 出去出回吧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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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麼簡單的髒衣服呢 原來衣服在洗衣機裡面轉轉轉 是這麼療癒的 現在是星期日的早上九點三十四分 原本應該在床上好夢正甜的我 竟然淪落到要在這裡尋找四十五分鐘的自由 我又少了一分鐘, 時間真的過得特別快 對, 之前營電拔光了電掣 但是公義沒理由不知 唯一的可能是 他知道洗手機根本沒壞 但是要用洗衣服來做藉口避開我 靈仔, 我忘記了大人包 阿娥, 你可不可以幫我洗衣服? 洗衣服?但是你的籃子沒有衣服 我只要洗一件 紅藥水, 不要擔心一些未發生的事 還有得救的 死路, 真是不用O-T 緊緊… 阿娥, 你是不是弄錯了什麼? 光業偷吃, 偷吃到你娘家 不會這麼沙膽吧? 不知道, 跟上去才算, 走吧 貝飛… 怎麼樣?行不行?能瞞到二妹嗎? 一切順利, 她沒有懷疑 來吧, 進來吧 工業 你為什麼說在這裡? 你怎麼在這裡? 出巨… 二妹…其實不關工業的事 一切都是我的主意 爸爸, 你們在搞什麼? 你剛剛來公司而已, 好像很了解我 既然你這麼了解我 看我連這麼深愛的老婆 都會有一刻覺得她煩 應該知道我這一刻想要面對時間 你沒有不知覺? 是的, 女人有時候很煩 所以我還是想在這裡休息 爸爸, 喝杯咖啡, 喝完之後 我就回家了, 謝謝 你不要誤會 我只是想跟新同事聊天而已 吃飯? 爸爸, 你看見這種事 你不是應該第一時間跟我說嗎? 二妹, 她又不是搞別的女人 而且我們大家都是男人 我知道她想做什麼 你知道而已, 我是她老婆, 我不知道 是嗎? 但是你因為結婚的日子不算久了 大家相處是需要磨合期的 雖然說你是我的女兒, 我也不怕說 你有時候也挺惡心的 爸爸, 是不是我爸爸? 不是… 你這個工業, 你是不是都覺得我很難受 我平時其實真的很累 我只不過是想在週末休息休息的時候 不要外出, 在家靜靜地聽聽音樂 只有這麼多 那你跟我說, 你為什麼要說謊 為什麼騙我, 為什麼要避開我 你每次都聽不入耳 你只會說什麼?我不喜歡你, 我變了 那你是變了 我沒有變 好吧… 你們這樣…這樣說清楚了 你是變了 我以前還沒結婚的時候 你一放假, 你是想節目到處跟我去 威風, 那些是追你的手段 我不用出混身解索 我怎麼能娶你回家 你真是承認了 承認我回來之後就不理我了 我從第一天開始 我希望娶你回家 可以組織一個家庭 每天都可以跟你在家庭裡 大家很開心地, 很自然地生活 在這裡吃, 直到我們下半輩 你知道我為人是怎樣的嗎? 我都不喜歡外出 街上又多人, 空氣又不好 我現在這麼拼殺去賺錢工作 我只希望達到一個目標 就是以後都可以每天跟你在家裡 陪你 你幹嘛要說謊? 下次不說吧, 抱歉 以後不要了 知道了 真好天啊 威風, 你又想出街? 想的, 不過我們有共識 可以的嘛, 行嗎? 以後我們每隔一個星期 才會出去玩 今天是你的休息日 所以我們在家裡休息 Wife, 其實放假的時候 我想在家裡休息一下 你也可以出街的 你可以約朋友出去玩的 我也想留在家裡 什麼都不用做 只在這裡放鬆吐氣 我真的覺得很幸福 有你這麼體貼的老婆 真好天啊, 留在家裡真浪費了 快點到下個星期吧 到時要大玩得玩